重新打开 我们就要开始来跟你讲 所谓的一个资料分析这件事了 因为我讲完资料分析 这边是不是就牵涉到画这些图 对吧 如果我不教完 我不教资料分析 就直接画这些图 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麻烦请第一件事情 打开这张资料表 然后这个档案里面 它包含有订单 有退货 有销售人员 这三张资料表 其中我们现在在哪一张资料表 叫做订单 没问题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是资料范围 这是你以前你大概知道的资料范围 请问我现在我选的资料范围 是不是从A1 选到哪一个B5 对不对 这是以前的说法 或者是以前我们惯用的方式 可是请你现在要慢慢开始了解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不再用范围 不再用这个储存格的名称了 去描述这个范围 我们会把这个范围定义一个名称 然后也许它就是一个资料表名称 好 然后来去做一些说明 这个动作叫做表格化 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区分成这是栏位 标题知道吗 这是标题 下面这些资料是所谓的记录 所以请你先分辨清楚 所以最简单的一个分辨法 就是把它转换成表格 变表格的话 是不是第一列一定是标题 下面的内容全部都叫做记录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一件事 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请你们在这个地方 随便选任何一种都可以 点它 然后他会说 你现在做的就是把A1到T101 这个范围变成表格 然后这个表格 请问有没有标题 有 这边一定要打勾 确定 然后请你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表格要不要有表格的名称 要 这边一定要去输入 不要用表格1 如果你有10个表格 就叫表格1表格2表格3表格10 这样子的命名法不好 最好就叫订单 然后打完订单之后 按一下Enter键 就是告诉他说 我定义好了 这个表格叫做订单 可以吗 然后变成资料表之后 然后也定义了一个名称 我们在里面再去做一些描述